好,这一节我们来持续聚焦在南海的冲突上面 我们来看到是大陆的火箭军指挥学院的教授 这一位是邵永林 他在6月27日号的当天 在自己的军事专栏披露说 有一个卫星照片显露了目前共军的航母 也就是山东号的编队 说已经抵达了菲律宾旅宋岛的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以期372公里的地方 山东号这次的编队还包括了一艘的飞弹驱逐舰 两艘的护卫舰和一艘的综合补给舰 另一方来看到的是美国在海上的布局 罗斯福号的航母现在在南韩釜山参加美日韩军演 这几天我们聊了很多 另外呢是雷根号则是人在关岛一带活动 目前南海是没有任何看到美国的航母的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解放军最近在海上的动作真的比较多 既先前的这个海警还有055大区编队之后 现在我们看到山东号也出现在南海了 美方的部分难道是无力还击吗 美国的航母是看到山东号要来所以才离开吗 会真的是这样子吗 委员怎么解读 这样解读可是错的啦 因为6月27号全世界都很忙 山东号到南海 可是不要忘记哦 现在罗斯福号正在韩国参加美日韩所谓自由之润联合军演 那6月27号同样的就是在环太平洋雷根号也在参加 所以基本上美军现在忙着两场同时举行的军演 然后美日韩联合军演三天 6、27、28、29 可是环太的这个军演啊 就要从27号一直拖到8月 所以因为美国的航空母舰跟整个军事的焦点 都是在这两场军演 对南海它基本上无力顾及 但是这个时候 你说中国大陆的山东舰到南海去就是要做什么 没有 它就基本上一个例行性的一个演练 有时候在西太平洋有时候到南海去 不要把它过度的解读 为什么 要对付菲律宾还要航母吗 不需要的嘛 这个杀一只小小的鸡盒是用牛刀 这个是他走自己的路 训练自己的 派海警船去大概就能够应付了 所以这个菲律宾总统不要想象那么多 那至于其他的世界各国在南海要开采石油 中国大陆也没有任何意见 现在在南海的争论根本不是石油开采的问题 争论是说这个岛礁的主权是谁的 甚至于不是经济海域的问题 连这个都没在吵啊 都在吵什么 到底的那叫是你菲律宾的还是中国的 然后这个黄金岛到底是谁的 还有先兵叫到底是谁的 你只要看一件事情嘛 菲律宾根本就是故意的 第一个菲律宾为什么不去惹越南 越南的岛礁最多 为什么不去惹越南 他知道惹越南越南马上开枪 他为什么觉得惹中国划算 因为惹中国可以争取到美国老大的欢心 他去惹越南的话 被越南打了以后美国老大还不敢吭声 因为美国想要拉拢越南 来跟中国大陆对壘 这就是基本道理 然后为什么要惹中国大陆呢 因为理由很简单 要破坏南海行为准则 因为南海行为准则通过了 美国就爱手爱脚了 所以美国要破坏南海准则 那只好找小马可士 那去弄这个 那小马可士装的一副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根本就从头到尾是鬼扯连篇 他是为了他的爸爸有100亿美金被美国人封锁到今天 他想要拿回来嘛 所以只好听从美国人的话 所以这里面根本就是乌烟瘴气 那中国当然运气很不好 本来以为小马可士是跟中国会保持友好关系 维持杜特地的路线 就没有想到他上来 经济也不管 内部这个也不管 什么都不管 只搞着民族主义的情绪 那最后结果呢 我觉得他的下场就跟澳大利亚总理莫尼森一样的命运 所以中国只要按部就班 兵来降党 这个水来土岩 那这个建招拆招应付他就可以了 山东建去 根本就是不是为了他去了 如果山东建为了他去 太看重他了 也不是为美军去了 美军整天跑到南海来 你们讲这个路途遥远 施老兵痞 对美国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常务训练啊 常规训练啊 好我们看到中方的部分 他是按部就班 不过这个菲律宾的方面 这一次真的是急了 小马可是在6月27号当天呢 在对上周在仁爱礁当时发生这个重大冲突 也做了一个表态 他说呢对于中国大陆采取的非法行为 是他说我们已经提交超过100次的抗议了 菲律宾需要做的更多态度非常的强硬 再来小马可是表态之前 这一位是菲律宾的驻美大师罗德慕斯 也才说呢 他说菲律宾为了要缓和紧张局势 一直试图安排在7月初 初和中国大陆的官员会面 我们看到中菲 接下来有可能会在7月的时候坐上谈判桌 不过小马可是这时候态度这么的强硬 有这么多的发言言论 是想要在这个见面之前来喊高筹码吗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宇宙老师如何解读 当然是要喊高筹码 但是他说我们需要做的更多 他其实帮他翻译一下叫 美国人你应该帮我们做更多 其实他是这样子一个态度 但这个我补充两个看法 因为刚才蔡委员提到这个 就是山东建区那边是否是例行性的 一个训练 这个我比较不一样的看法 因为这个是 应该是这样讲 但现代的这个 因为其实我们往长远推 为什么大陆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注意到 就是说大陆为什么这么重视南海 因为这个南海 他在很早的时候 当然是因为大陆他自己也有油田的这个问题 但后来因为中国的 还有大陆他这个经济发达以后 这个南海是变成是他很重要的一个 贸易跟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那所以这个山东 但现在这个我们 这个战争或战术的形态也改变 因为如果我们常常在提说 那个美国航空母舰在哪边 然后这个大陆就有一个航空母舰 感觉好像回到那个中途岛海战 那个历史去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样 因为现在是这个 飞弹的技术和无人机什么等等都很发达 但是它是很重要是一个宣誓 但就飞病来讲是有点 我们讲叫大炮打小鸟 但是它其实开到那里 当然是要给美国人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真的 会宣誓我们在这里的主权的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那飞律宾他自己可不可以做了更多 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感觉 其实飞律宾的民众 他们也是蛮爱好和平 他们这个在南太平洋 就是那种民风啊 只是很这个温和啊很舒缓 但是他们这个就像蔡委员刚才提到 他们这个政府啊 它是在问题非常多 所以这个导致很多时候 它有点类似台湾的情况是说 我们常常借由这个国际问题 去唤起国内的一些民粹吧 或是一些这个情绪啊 说对抗要对抗 但你可以看得出来 大陆他是没有上当的 这个到七月我们来谈判嘛 因为事实上 虽然飞律宾的民众很爱好和平 但是他们很多的 比如说像这个飞律宾 他的这个地理环境 他中间就有很多破碎的岛屿 他其实这样讲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说 那个军舰在那边到底是做什么 其实他私底下的小动作很多 对 这个不管是说多捞点鱼啊 好像在这个人工岛 那个什么沉船在 像我们在海生馆看到那个人工 沉船在养鱼啊 什么等等 但是大陆这些事情已经很清楚就是 对不起你不能这样子做 那所以也派出了这个优势的海警啊 还有这个兵力啊 去现场去做一个很清楚的宣誓 所以我刚才所提到 做的更多一方面对美国 因为他也有在这个鼓动他国内 我们不要说民粹啦 一种对抗的情绪 但是飞律宾的民众会不会配合 恐怕不见的 好南海附近的国家除了真岛礁 刚刚特别提到还有政治上面的这种宣誓意味 另外呢我们要来特别关心的就是大家也在真的是在这边的丰富资源就是石油了 好来看到是根据CSIS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报告显示呢 菲律宾虽然跟中国是闹最凶但是竟然呢是在南海石油目前只有菲律宾没有来做开采 我们来看到几个重要的合作是越南的方面他跟印度合作有开采石油跟日本也有开采天然气田 另外一个是同样马来西亚东南亚国家他则是在沙劳越外海来探刊 2023年持续看到画面分别有和法国跟英国的能源公司来签署油气相关的合作油气田这个部分 至于印尼的部分则是在它的纳土纳群岛外的气田来持续的做开发 刚刚特别提到几个东南亚国家越南马来西亚都默默开采石油发大采 只有菲律宾忙着和中国大陆对抗怎么回事 杰大使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说每个国家真的这个条件跟它的国家这个发展目标都不一样 那菲律宾我只是想它这个国家其实是一直在退步的 你知道事实上它从二次大战的时候它之前是美国的殖民地 它当时的生活水准几乎是亚洲最高的 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一些外交部的前辈 它说那时候派到菲律宾是非常好的一个外放的地点 去了以后也都是家里有冰箱有洗衣机 那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大车子 那感觉那个时候菲律宾比台湾进步很多 他说之后就菲律宾就一直一直的这样子 对比之下就越来越落后到沦落到今天这个景 那你事实上看菲律宾这个国家五年一任总统 他是怎么讲当选以后他就可以怎么讲 他就可以不出大事他五年就下台了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任期保障 他不像有些国家什么 他是这个 所谓的内阁制 那这个总理的任期或者你内阁时间的话不一定的 你要有表现 那马来西亚就是这样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政治制度 还有就是这个国家本身的这个整个的 我觉得这些政治人物 他有没有要大力开发经济 改善人民的生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主观上的 那菲律宾我这样回想起来 比如说现在这个小马可斯 他除了天天跟中国大陆去挑衅之外 你好像记不得他有什么重大的 跟建设菲律宾的计划 而且他过去在他的前任 这个杜特地的时候 还一直跟中国大陆说 你给我经济援助 你给我60亿美元 或者什么一些合作 开发马尼拉湾 都在进行 可是小马可斯他不在乎 他就给你通通打翻了 2020年的时候 杜特地曾经有个计划说 他现在开放西菲律宾海 水域的油气田探勘 而且同意跟各国合作 这个动作就表示 之前的菲律宾是不开发这个西菲律宾海 也就是南海这一块 就菲律宾像是西菲律宾海 这一块的油气田 而且他也不跟外国合作 那所以这个时候2020年 那才在杜特地的时候再开放 之前为什么没有开放 我不晓得 对 可是呢 开放以后 事实上中国大陆是跟他们有谈 有在谈 因为中国大陆 他这个对南海的政策 有一点跟当时马英九政府很像 就是各自争议共同开发 事实上的话 大家共同来开发 然后呢 互蒙其力嘛 那可是 杜特地下台以后 以现在这个 小马可斯的政策 他会去开发油田嘛 他去跟中国合作嘛 对不对 他只是争取那一些什么 高潮时没有露出水面那些岛礁 那些在那个地方 跟中国大陆就玩这种 几乎是怎么样 加加九四的一种抗争 被中国大陆一棒子打下来 现在就懵了 又想出一大堆说词 都是美丽的迟早没有行动 所以你想反观之下 在这个好 在南海地区有深所的 包括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最近一个资料 中国大陆在南海地区 探勘的油气田 每年的利益 是两百亿美元 所以中国大陆 也在大肆的开发 所以这里面 越南也在大肆开发 那么前一些时候 中国大陆还跟越南 因为越南在一个油气田 那么它的开发 那跟中国大陆 产生很大冲突 中国大陆 这个是中国的水域 所以把它这个油气田 要把它移走 所以呢 还对这个资源开发 菲律宾从来没有 那这个我觉得 只能反映出来 这个菲律宾这个国家 并不是那么把它的经济发展 资源开发 当作一回事 所以呢 才会相较之下 也不如菲律宾 也不如这个 也不如越南 也不如马来西亚 也不如印尼 那现在它的重点 你也没看到 它上一次跟中国大陆 一闹翻以后 它还说 你们在那个玛丽纳 内好 你这些帮我建设的 这个基础建设的中国公司 我乐力你离开 那你说这是 中国大陆损失 还是菲律宾损失 所以我觉得菲律宾 这个政府可能就是说 玩政治 它很认真 真正搞经济开发 它可能就没有那么认真吧 利益这么的大 中国大陆一年油气田 可以赚200亿美元 委员怎么看 中国大陆对于 这些东南亚相关国家 开采南海油田的态度 基本上其他国家开采油田 大家都在一个有默契的区域里面 开发 尽量不要互相踩到对方的墙 地人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近代 环球大险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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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